采建在天日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园 好欢迎回来 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上半区啊 上半区的话呢根据我们的规则 今天的第一轮呢是第五名的这个江苏队 对阵第八名的北京队 北京民生信用卡队 对现在北京等于有两支队伍嘛 一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有 陈耀叶九段陀加西九段的北京队 那么这一支队伍呢是以十月 诶 明显的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 这边的主场 这应该是放到两个 嗯 对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今天 虽然说没有主角 但是这盘棋其实有点像主角的预演 是两队的这个灵魂人物 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器具 另外这个江苏队是未明冠军 对 也是去年的冠军 实力当然是不用多说 而且他们今年队伍的调整 就是从童梦城转会之后呢 是迎来了陈贤 那可能齐友们对陈贤不是很了解 但是他今年在维甲中是取得了十胜五负的成绩 还是挺不错的 我们看到这个是赵承宇 对 陶欣然 嗯 对 两位现在也都是我们中国起届可以说非常有实力的 但是可能齐友们相比于就是几个世界冠军的名气来说 稍微的不那么熟悉 但是也是非常有实力的 对 前不久陈欣然不是还在三星辈当中淘汰了我们的柯姐 对 是 这个应该说当时韩国记者很高兴 对 但没想到这个转天啊 他们这个就被我们临风了 那现在看到的是蒋其润 是这个北京 北京队的 现在中国的年轻技术是非常多 优秀的年轻技术 厚度是非常的厚 是 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陈贤 他在今年取得了十胜五负的非常不错的成绩 嗯 应该说上半区比下半区要要更成容的多了 上半区是应该是现在是每个队都有争冠的可能性 嗯 对 下半区只能保级上半区是要争冠的 是 对 刚好 也没有降级的这个危险 对 就形成一个相反 应该说上半区的队伍呢 是希望自己这个赛季走得越远越好 就是下的盘数越多越好 但是下半区的话 他就是觉得赶紧结束这个赛季 因为你越下就说明你离这个降级的可能性越大了 对 江苏队虽然说现在是战略第五名啊 但是现在应该说整个比赛还没有结束 他今年还是有有未免的可能性 有未免的可能性 是有机会的 是 因为这个赛季一改了之后呢 是会比较悬念 我觉得会增大很多 对 也是让大家就是可能过去经常最后几轮 如果是形式已定的话 可能就没有那么刺激 但现在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把悬念留到最后一刻 是的 依然会有很多场比较大家关注的比赛 是 好 那我们也来看今天这盘 就是我们说虽然不是主将 那有点像两队主将的一个预演啊 就分别是北京队的世界冠军十月九段 对这江苏队的米玉廷九段也是世界冠军 应该是焦点之战 对 我们来看吧 对 那这盘棋是米玉廷的黑棋 对 但周老师其实两位都是我们中国围棋非常有名的世界冠军 成绩也特别好 但他们俩之间的交手其实还挺令人吃惊的 就意外的悬殊 就是米玉廷呢 对十月是从17年到现在已经达成了七连胜 那是一个非常悬殊的比分 对 很难就是在一线棋手之间有这么大的比分 十月呢 应该是比米玉廷应该是大个四五岁 应该算他的老大哥 但是这个成绩确实有点悲惨 对 出乎意料 对 因为这两个棋手呢 应该都是中国的领军棋手了 对 都非常强 所以可能从十月的角度 这个米玉廷确实是算他的苦手 那今天这个又相遇了 不知道是米玉廷继续的这个对老大哥保持佳计 还是十月能够突破一下 上来是一个双二连行 然后点三三 对 这盘棋是选择飞了一个 应该说飞一个还是最常见的 当然跳现在也不少 然后白棋是选择点这个三三 这个应该说是几种点三三方法 应该都可以 刚才上一盘是白棋点这个三三 现在这盘棋是白棋点这个三三 对 黑棋这样就是打这边 然后是长一个 对 好像现在确实长都越来越多 对 尤其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接应 基本上大家都是长一个 如果有一些接应之后 大概特殊的配合 会有飞的可能性 这样定心完以后会起手脚 这也是现在最流行的一个手脚方式 现在星味小飞手脚 也好像比这个小木手脚 多得多 现在是有一点这种趋势 就是星味这种小飞手脚 是最佳的一个手脚方式 可以这么理解了 是的 所以这个企友 这个还是比较好掌握的 这个地方我觉得 还是可以推荐企友们学习的 尤其星味 之后再走个小飞手脚 现在是顶尖棋手 最流行的一个下法 包括AR也是非常流行 这种小飞手脚 对 这个也挺好掌握的 这个地方是推荐给企友们 是 而且一般这个飞的方向 就是你觉得哪一边 可能会更有发展 你就往那个方向一飞 对 又起到这个加强自身 然后也起到限制这边的效果 对 对 是 对 那像今天 然后白棋是选择分头 对 那周老师 这个时候白棋就不能 再慢慢的手个脚了吗 是 他现在这边手脚 因为这边头也很低 这边头也很低 确实手这个脚 有点 也不知道怎么手了 因为价值没那么大 另外现在如果黑棋点脚的话 现在白棋可以考虑 这个搬了脸搬吃脚 就实惠的 因为头都很低 所以我就不怕了 我就干脆把脚给吃了 现在的应该是不是走上面 就是走这个地方 确实是比较容易想到的 实际上的十月是选择分这个 分这边 对 这也是 那么黑棋相应的就能走到这边 就在这 这也是很积极的一个想法 对 这个棋是比较厉害的 应该说黑棋的步调还是可以 这个先稳了一手 然后再又 步子又再大一些 非常 我觉得步调还是比较比较协调的 这个形状如果白棋再不走 好像见得很不好了 就是这么 继续这么拱 白棋等于就是没有根 也没有眼泪 只能一直往外跑 对 实际是在这定性 白棋先发力了 然后再搬 这样黑棋是肯定要搬 对 但这个地方等于是留下了一个搬下去的弱点 现在如果搬的话 这个棋 黑棋肯定是吃这个 如果你沾上 这样黑棋应该是不走了 应该是不走了 对 凶悍一点 应该就飞起来攻击白棋了 这是棋 这个白棋的形状不是太有力 另外一个 这个子还能照应一下这个子 对 所以这个棋 白棋是不太能接受的 所以它现在搬下来有点走 对 白棋的意图是这个地方 它有点先手 所以我们看 十月是发力了 这个地方 对 是拖力了 虽然我不能搬下来 但我这个虎是明显的一个先手 另外我如果这边子力多的话 我这个以后搬下来 有可能再沾手就先手了 所以它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这个就是 这么一下呢 其实就说白了 就是马上就要比起力量了 是 当然这两位棋手都是以力量组成的 对 出了名的这个力战型棋手 当然十月呢 是这个名气更大一些 这个 对 这个我们有场军一条龙的这样的一个外号 这个扭断 然后呢 黑棋就是碰到扭断 有一个格言叫说扭断着 遇到扭断 长一边 这个应该说黑棋现在尝一下 是比较冷静的一个下法 值得我们棋友学习 千万不要随便去打人家 打的话呢 就是除非你算清楚了 一下把它吃掉 但现在呢 因为白棋有这种虎的利用 你不能轻易的去打上去 所以这个时候冷静的尝一下 是比较不错的 对 这样的话就看得比较清楚 白棋就只有这一个先手 那白棋这个时候是选择的打吃 打吃这个 还是要发力 如果你这个时候 普通你是尝这个 尝这个蒸紫的话 应该是白棋也是有力 但是黑棋是不是应该就尝一下 我觉得头还是慢 这样你就比 只是比这个脱退 这个人家餐稍微好一点点 是 但是这个不是十月的本意 十月是要 把这个头还是要给它摁过来 对 这样再把这趴出来 这样确实比那个图要好 也行 黑棋也是强硬的拐出来 对 这个两个立战型的确实是 直接就在布局 早早的就进入了战斗 对 激烈的战斗 这样一来呢 这个我们这个 这个先手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没这个 这个如果是后手的话 对 这个黑棋明显是有一扳了 连扳一下 这个白棋很头疼 这两个棋筋就 直接就马上就有问题 对 这个是牵了手棋 所以白棋这个虎啊 战斗先手是很 还是用处很大 嗯 对 接下来 白棋是跳了一 飞 嗯 跳一个 这个 这个棋呢 是应该是 跳一下呢 应该是有一定的 这个 怎么说呢 呃 会有一定的想法啊 这个棋 如果不跳呢 这地方会留一个打路 嗯 当然 比如说我们简单 是这么跳出来 嗯 这样呢 以后打路就有可能 但是反过来你不跳呢 以后如果被黑棋一尖的时候 你老不打路 黑棋这个千本身也很大 这个棋 嗯 所以说有一定的那种困惑的地方 像这种棋 实际上他跳呢 你你只能飞到二度 这样呢 他把你的头压扁了 哎 他有确实有很舒服的感觉 嗯 但反过来打路也没有了 是 这种地方就是如何判断 如何这个选择啊 呃 应该很有学问 对 但今天呢 十月就是他的意思就不打路了 嗯 只要看中外面 嗯 当然我觉得啊 不走也是也没有问题 这个保留个打路 嗯 从十月的季风 我觉得应该是保留一下 对 像我这么稳健的季风 应该是会走一下 这种是稳健的一个下法 嗯 但是今天十月应该是这个地方还是下的很稳健啊 嗯 哇 你一停是选择飞过来 对 这个也是很凶狠啊 体现了他的风格 因为眼见的留着一个冲段 是是是 那可能本分一点 骑手可能就是正常的 对 怎么出头 这个应该是大多数骑手都是会选择跳出来 因为这个地方明显留了个冲段 而且你的对手是十月啊 嗯 你这个时候给人家留个冲段的下法 呃 有一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形的那种感觉啊 是 嗯 当然白旗呢 这块旗啊 没有没有完全 就是你虽然粘上这黑旗挤住呢 这块白旗也没有完全的安定 这确实是白旗的一个负担 对 那不管怎么说 这个迷亭今天是非常的气势很足 先飞过来 很强硬 其实把这粘住了 对 粘跟旗交换 然后十月是重断 就重断 确实这两个旗手都是这种特别强硬正面作战的风格 嗯 因为其实可能白旗之前 也许也有一些 个选择闪避的可能性 嗯 但总之双方是在这个地方 就正面 走啊 接着贴 不过我我猜测如果十月要知道他一定飞的话 我觉得他可以先不跳 这样如果这个这样的形状 这以后白旗打路肯定是我这个双的形状厚的多这个地方 但是他应该是没有想到对方会飞过来 嗯 贴过来 对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湿厚的角度来看 也许白旗先跳 因为毕竟这一下的话还是 能走 晚一天也可能下成这样 除非是怕黑旗马上接 但是应该可能 这个飞过来的头也很大 可能性不太大 是 现在是白黑旗连贴了两下之后 然后白旗是补一个 对 这部旗是有点令人意外啊 嗯 因为眼镇的这有一个头 对 这个 那如果说他继续长 继续长 那应该是他对这个死活上是应该是觉得 有点担心 有点担心 比如说黑旗这么猴一个 这样呢 那局部的这个地方白旗应该是没活 应该没活 是 他是有担心 那如果就 爬的话他一般就没活 那就靠 但这里面眼形啊有点问题 这样还是有一些乱的这样 对好像吼一下是好 先吼掉 这样黑旗 这样不知道局部的话 还是 是死旗还是活旗啊 反正他应该是担心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一时看不清 但是应该从十月的角度来说 他补了一手呢 呃 应该是他是担心这地方的死活有问题 嗯 因为外面的扳头太大 嗯 所以说他这个 他补了一个应该是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应该要 要走一手旗 嗯 是的 这样呢 黑旗呢就可以先搬过来了 对 感觉从黑的角度如果能搬到这个的话 还是挺愉快的 还是比较愉快的一件事吧 应该是 接下来黑旗再再立了一个 这个手顺势有些奇怪 哈哈哈哈 先搬完再 当然这样对 现在倒是白旗也不能断啊 白旗搬完之后 现在断的话 黑旗应该是能跳出来 对 这样冲 他可以这么做 搬 嗯 走 站住 没问题 对 而且好像因为气紧的关系 就直接这样也没啥问题 直接冲过来 对 这样不交换这下有可能便宜 对 这样白旗这块还是死旗 这下面还欠一手旗 所以白旗这个断线的是明显不成立 嗯 所以他 他是先立一个 要关子便宜一下 应该是这个意思 嗯 这样接下来白旗是 嗯 是沾上了是吧 对 沾上 嗯 下发有点奇怪 这个这个地方 对感觉 白旗这样的话效率不是很高 等于是走了两手 但是眼见的这个地方的眼型也不是特别的充分 对 木树上不够 那个没走到什么木树 嗯 这样黑旗是断掉了 对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两个子现在对白旗来讲就是不要的话呢 黑旗就连通了 对 但是要的话就太委屈了 黑旗间接把这个断点补入 他现在他的想法就很简单 就是我这个你别 你不是沾吗 你这一瞄着我这断 我只要把这个断补了就可以了 对 白旗的唯一的收获应该是这边是确实是走了一道后 应该还算是比较厚的一个一个旗 但这边呢应该是比较惨的应该是 接下来眼见的这个地方如果再走的话黑旗虎住就先手 白旗还是在这还是要继续走两下 他等于想抢一个伸手 他的意思是这俩我可以不要了 但是我就用这边的线手 对 斑了一下 应该说白旗活旗上是没问题 但是黑旗呢也也就是把这个给你线手 让你活的就是把自己连上也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打算 嗯 那接下来白旗是守了一个守了一个守了一个大飞 嗯 守了个大飞应该他还是瞄着这个段的可能性 一般来说我们刚才说的一般推荐都是小飞一个啊 那这一般其实是守了一个大飞 这部其实还是比较奇迹的一个下方 嗯 可以其实是长一个 嗯 比较稳 稳 嗯 从这部棋能看出来敏玉婷对这个 这个形势还是挺满意的 对对对 从这个局部上他应该是觉得很满意 因为这很厚实啊 这部棋 嗯 一般走的 对方 尤其顶尖高手 如果他走了一个很厚的棋 至少他是对这个形势是比较 觉得不用那么下的那么急啊 比较是满意的 他应该是 对 而且这个也满上瞄着这一靠 对对对对 哎呀 白旗确实有一点点的郁闷 这个局部确实火得非常委屈 是嗯 几乎一个 对对对对黑旗还是先手 嗯 好 白旗呢就是说外面这走了一团 这这些字 但是木树上其实白旗有点小 这个地方 嗯 黑旗还是把白旗给收的有点小的 对对对白旗这么多颗子 其实只有五木旗 是啊 那相对的黑旗在这一代的旗型 肯定是舒展了很多 包括这边也还算是比较 有一定木树的 对嗯 从两个人的这个下下的这种这种感觉上 应该是米玉婷感觉就是我们从他这个 行棋的这个手法来看啊 是觉得更米玉婷应该对形式更更加自信一些 嗯 因为这种棋本手应该是飞在这儿的 对 他这个还要更进一步 轻薄一下 就说明他这个十月对形式不是太太满意 所以才会走得更加积极一些 反过来米玉婷呢走得非常稳健 哎那他应该是对形式觉得还不错 嗯 对 黑旗现在开始靠一个 嗯 这个也是很舒服 这是黑旗的权利 这个办前没办法 逼出 逼出 嗯 嗯 那夏城这样周老师比较喜欢 如果是您的话 就这个旗 我觉得还早 嗯 但是黑旗的实地确实更加 更加可关系 就比如说这个角啊 包括这有条边 黑旗明显更实地上更满意些 然后另外这个地方 把黑旗这个点进去了 还是非常厉害的 嗯 这个大飞角 这个点角 很多旗友一定要注意点 嗯 这跟打结还有关系 很严厉 这个如果以后下成这样的话 打 沾上尾斑 这个旗呢 如果说比较普通一点的下法 就沾上 双方 哎 虎 我沾 一个取实地 一个取势 对 但是这个旗 很多旗友一定要注意 如果一旦黑旗 结材有利的时候 这个虎是非常厉害的一手旗 这样呢 就是白旗打的时候 黑旗可以自己桌上来 嗯 现在我们看出 这个地方是有结的 这至少 出书一看 有两个结 有两个结 这个 这个对白旗来说压力很大的 嗯 反过来 你这种 这种都不是结材的 这个黑旗如果提过来 这边你看 这他这子这么多的时候 这个很危险 嗯 所以这个地方 要小心 大飞呢 你看上去是快了一步 但是也是流有隐患 这个地方 嗯 所以这个地方 要注意的 于是白旗其实欠了一个 还挺重的一个结 就有可能会下山这样 对 那为了避免这个 也许白的可能还要选择 挡这边的一些退让 是是是 所以现在形势上 应该是 黑旗显得更加重隆一些 嗯 我们看着法 实战白旗先插 走一下 嗯 这是黑旗 白旗的权利 嗯 你这不走呢 这个黑旗 白旗这个党是先手 嗯 你这块是 皮肤没有活 没有活 所以他这个必须在冲 对 如果党是后手 可以考虑拖现 嗯 但党先手 确实没法忍受 对 然后白旗飞在这 飞在这 嗯 嗯 这也是 嗯 一个 比较 比较 含蓄的下方 以前都是猜二多一点 嗯 但现在走到这 对 可能也更照顾中央一点 对对对 像这种旗呢 我们说 白旗应该是算一道后事啊 但这道 这种旗呢 有一个说法 就是他现在只有一只眼 对 理论上没有完全 没有完全活 嗯 这种旗下下 如果哪一天被把黑旗吃掉 那也是很有可能的 嗯 这个所以说 呃 我们经常给很多旗友讲 讲讲这个旗啊 就经常说你如果没有两只眼啊 这不能叫后事 嗯 最后的后事一定是得做出两只眼的 嗯 是 对 黑旗实战是斑 嗯 这个应该是一个 所以 这是一个黑旗的一个套路的下方啊 是 从上一上一盘旗 我们已经 已经看见 也反复的使用这个手机 对 这个 这个 尝完之后飞之后 这个黑旗 这个是一个套路的下方 对 但这盘旗稍微有点不一样了 对 这个地方等于是 因为周边的配合 双方都选择了一个变招 白旗是吃的时候 黑旗就没有选择 对 继续吃 因为它这个 它这有一个接应啊 嗯 如果现在继续吃的话 可能白旗就直接搬进来 对对对 这个黑旗应该是比较凶险 嗯 这样 这样黑旗不行 嗯 这样不行 等于本来是可以打出去 对 所以实战黑旗等于是这个地方 他选择了一个单场 单场 嗯 这个是一个变招 应该说是 嗯 黑旗呢 现在就是说 你如果吃我就拐了 嗯 如果你 爬的话 那我 我再吃 哎 对 这我好太多了 对 白旗损了一下 非常损的 爬了一下 对 本来如果这么下的话 白旗应该是单断的 嗯 就是你 本来黑旗也可以这么下 但是白旗是端断 不会爬这一下 对 现在你爬一下 你还是损失很惨重 这样黑旗拐吃一下 尝我再 在肩窗之类的 嗯 这是黑旗的意图 就是让你爬着一下 对 损着一下 嗯 而这样的话 你不在那还是有一点点的麻的 对 对 就这个 对 所以十月呢 是看 看明白黑旗的意图之后呢 他是也是选择了一个单段 对 也是很巧妙的实际 对 应该说两个人 有点斗智斗勇啊 嗯 都是破坏对方的意图 对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路 这个 这种思路 我觉得还是可以介绍 我觉得我们很多 这个电池机前的这个旗友啊 可以借鉴一下 就是你也不知道怎么下好 但是你看明白对方 他想干什么 你就不下成他所希望的 你就按他这个 他不想 就是你要把他的意图 给他破坏掉 你就下他走不成的图 对 当然你你走 他走不成也不见得是 你一定好啊 这个图 但是呢 你不管怎么说 你是把他的意想图 给他破坏的 你往往也会取得一个一种 意想不错 意想不到的效果 可以这么说 是 所以这种旗呢 应该说是 两个人有点在那儿 斗智斗勇 对 破坏 破坏对方的意图 这个地方很巧妙 黑旗 实战是 这个 黑旗决定还是 要 取势 对 那这样等于白旗 又通过这个 交换呢 防止了黑旗 吃两子的变化 对 应该是 双方是 达成一个妥协 就是白旗呢 是 把下面这个籽吃掉了 然后黑旗呢 是 让白旗这个段 变成了一个大损旗 对 而且这样的话 黑旗比起 交换到这个的话 这还保留了一个吃 是 从实地的角度来说 白旗肯定满意的 对 这个因为你黑旗先跨过来 我现在不但爬了几下 我还吃在这 我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就唯一损的就是这一下 从实地的角度 肯定是白旗是比较满意的 当然黑旗这个下法非常厚实 如果是形式还不错的话 这么选择是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下法 对 可以简化局面 那现在白旗抢到先手 赶紧把这个 刚刚周老师说 很严厉的这个点角补一下 对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手旗 对 那这样的话 黑旗继续 黑旗开始发旗进攻了 可以说 对 黑旗没有简单的打掉 因为打完之后呢 这个地方 还是有 有段 有夹 你还在走 它现在不走掉 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以后它这个旗 有可能会用到这个管 这样我有可能是 这么落完之后 这个要这个管的先手 是的 所以说它这个单走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巧妙的次序 对 比较巧妙 这个时候 十月也是发力了 对 从白旗的招法上看 是不是感觉它也是 觉得这个旗要多努力 是 对 因为 现在周老师觉得 这个旗看起来 有点 薄 然后中间 毕竟我们刚刚说 也不是完全活干净了 是的 然后这个时候它又 黑旗因为很厚嘛 肯定对黑旗 不会有太大的威胁 只能说它又是在 就是吓得积极一点 想再去 这个打路就是 唯一的意图就是 破掉黑旗的墓术 对 没有别的意图 就是破掉黑旗的 这个墓术 但反过来 其实黑旗现在是 正好是应该这么说 是正好是要对白旗 发动猛攻的时候 结果黑旗还来想 办法破白旗 破黑旗的墓术 这个确实是 有点 有点过分的这种想法 对 这时候你一听是愤然反击 这个确实在反击了 这样白旗是先处理这边 白旗呢 是它是一定要是 把这个脚给你掏掉了 否则它就打路进来 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用意了 嗯 这个局部是下了一个 大家常见的 对 进行 这个就是白旗呢 是先手是掏掉了一个 还算不不 这应该算一个大脚了 这个掏的还是很满意的 这个 这个下完之后 白旗这个脚上是 七八木旗是肯定有的 对 这样之后等于就是 白旗将这个难题抛给黑旗 就你中央到底能攻成什么样 对 你能收获多少的利益 对 台队盘旗 我觉得主要比较有意思的是 一般来说 我们如果说把这两个人的 这个现在啊 没告诉大家 挡住 挡住的话 我们往往会说 这个棋 黑棋肯定是十月 白棋是米玉亭 对 但是现在是 今年他们俩这个风格 正好是反过来 对 因为呢 十月是 他是非常擅长吃大龙的 反而 反过来呢 米玉亭是非常善于置孤的 是的 这两个人呢 应该是倒过来 这应该是更加 反映他俩的棋风啊 但是这半棋呢 正好是反了 对 所以很有趣 就两个人来到了 这个对方 比较擅长的领域 究竟在这个局面下 能掌控的如何 是 反过来也有可能 两个人是故意行之的 就是 破坏对方 破坏这个对方擅长的 经历 是 结果 刚好就导到了一个 这个 倒置的这样的一个 是是是 很有趣的情况 是比较有趣 这个就要 从这个 一般进攻的一方呢 是要先发制人 所以我们这个 还是要先看这个 米玉亭的这个 进攻的能力怎么样 对出招了 要 哎 还是很堂堂正正的下法 还是很稳健 这个棋 应该说 黑棋的步调 还是比较不错的 一个是 现在这两个子很薄 另外 这个一块棋呢 现在我们能看出 慢慢是 有一点没活的感觉 在里头了 嗯 又慢慢有压力了 这个棋 嗯 这个时候 白棋是 继续 先先 还是要 这一地方走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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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 让这个地方安定的同时 给这个地方 留下一点接应 是是是 让他们的处境好一点 对 但是走两下 有尴尬的地方 好像也没有完全活进 这个地方 黑棋 呃 以后如果什么冲完这一点 感觉是 没有说完全活进 对 就假设黑棋是铁后的话 局部有点问题 黑棋把这个打掉了 嗯 这个是 这个时候觉得 还是用这边比较重 对 也不想 不考虑这个问题了 嗯 还是 加过来 加住 分段 嗯 总之这个下法 白棋是 属于 要要 比较辛苦 要 两边都要做活 嗯 当然如果做活了 哪一天做活了之后呢 白棋这个实地上 就比较满意了 嗯 这个是 所以说 都有风险啊 对 压力都很大 压力大 都不是那么好下 哇 这个十月终于下了一步 符合他棋风的棋 嗯 先断上 黑起来 对 这也是 制孤的时候 一个最高级的 这个制孤方式 就是在 处理自身的时候 看看能不能从你 这边找一找 你的弱点 对 这样 那这样白棋 其实有了 这边的一个 接印之后 整个这一块 其实非常非常安定 对 嗯 那现在的焦点 就来到了这一块 嗯 是这样白棋 实断 嗯 断一个 嗯 十月应该是 他的想法不是简单的之孤 他还是希望 这个能不能把黑棋缠斗进去 这个能看出来 一般人的想法就是什么挡一挡啊 贴一贴拖一拖 对要想办法第一时间做活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活棋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嗯 十月还是要下的 非常的积极啊 他要在这边跟黑棋进行一下 这个 这个战斗 嗯 黑棋是 黑棋也是当然下的 打这个 分段 也是下的很积极啊 这个棋 他这个棋应该是如果走在这里 他应该就打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黑棋呢 也有点难受的地方 如果你再提他要翻上来 嗯 如果你尝呢 他这样在沾上 你他有可能借用到一些 我们能看啊 是这个时候 其实是非常考验这个 黑棋攻击的一方的这个战斗力了 嗯 吃的是 白棋现在吃 这手黑棋下了一步非常惊人的一手棋 对 可能棋友们以为是一个套打 嗯 这样子 对 对 但这个时候黑棋很有魄力 很有魄力 应该说 他不惜被白棋提一个 但他也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分段白棋 对 嗯 这个 这步棋就像是一步杀招了 他这个现在已经很明确了 现在白棋是肯定是要提这个 让黑棋再吃进来 把你掐断之后呢 他现在已经 这边他不考虑了 主要考虑的就是我这边的攻杀 当然确实这边黑棋的子力非常非常多 白棋是风险是非常大的 嗯 但是这个是需要魄力的 应该说米玉婷这盘棋 给我们展现了他的魄力啊 是 真的是很强硬的一个想法 嗯 因为现在等于双方 等于焦点就是白棋活出来的话 那毋庸置疑肯定是优势 但是黑棋 好像看上去也是白棋还是很危险的 对 现在如果白棋很轻松活出来 那黑棋肯定不行 嗯 就是黑棋现在就是说 已经可以说是这么下的话 基本上已经亮起了这个图刀了 对 绝对不会让你轻易的做活 是 是看来今天这个图龙刀 好像是拿在了李玉婷的手中啊 现在是要去这个吃十月的这条龙对 看上去好像白棋的眼位不是很充分就简单的招法对非常不充分这个如果下面没有眼的话这个地方做出两个眼是非常困难的对这个其都是在尽量的腾挪现在白棋 也是下的非常苦的一手啊 他还是想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用到一点新手 另外一个他走在这里呢是问一下黑棋 就是你你你正常你是不是应该拐呀 但拐的话我这边眼型会好一点 对 你要是眼型最差的吗 你肯定是猴在这 对 但你这先被我 被我打一下 你也不舒服 所以这种棋呢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他考验你一下他这个棋 就是说你反过来就是说白棋现在也找不出特别好的出路啊 要有很好的路能跑他肯定不下这种棋 反过来他就现在应该是没有太好的路 他所以他现在是来问问你的态度 也算是寻找头绪的一种方法 对 这个时候明月亭是亮起屠刀了 所以现在把外面的路给他断了 对 就是说白棋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去利用这两个字做文章 但结材的话 看上去白棋全盘也没有什么结材 我们不是结材的话 我们说这个地方黑棋是有两个结的 这个地方结材是非常 现在白棋恐怕是连这种贴都不是结了 因为这全死了 因为主要黑棋没有完全的都 觉得这还有点味道 就如果你被我提到这的话 这个棋说实在有点尴尬 这个棋白棋找一枚结都挺难找的 实际上他又是没找结了 只能结回去 确实是可能不好找 被黑棋这个拔花 这个等于又拔回来了 这个形状有点惨烈 这个形状 对 但白棋通过这一串呢 能让这一边 就是说有了这个顶的味道之后 这块棋的眼型还是 会好很多 对 但是好像有个问题 就这边还没有完全的活干净 就是把它贴回来 这个从这边要活起的角度 是不应该交换这一下 是 对 但它还是要 但是这边它不走的话 应该是活不了 应该就一虎吃你就活不了 对 所以它实际上等于是想 先这边给这边留下一点味道 然后再活这边 对 因为这个棋 虎吃的话应该是活不了 这个形状 你虎的话我就一走 你沾我一 这个形状是死棋 对 这是一个死棋 所以它没办法 它必须在这边活 所以我们说 有的时候跟棋 我们说你别老以为 一个什么后事 我们当初这个 谁能想到这是 这块大龙会有死活问题 但是现在吓着吓着 这一走就死掉了 而且还是尽死 是 这个谁也都想不到 对 所以白棋等于是 为了让这边 就是活棋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定帮助 它要把这下先交换掉 然后再补这边 对 黑棋现在是 黑棋其实收获已经很大了 这个提了 把这个都提通了 然后这个 你到处都是牵着死棋 现在黑棋 应该是收获非常大 但你反过来 白棋说实在的 也没有说 这个地方是一定是活干净了 现在也没有看清楚 好像黑的就算是这样走 比如我就一手一手提 白棋如果抛开结枕 也很难说是近活 这个气息 对 下到这的时候 黑棋是先保留 保留了一下 去这边点一下 适应手 这个棋呢 它应该是 还是要 它也有可能读秒了 看不太清楚 先放一下 先看看你这边是怎么定型 对 这种思路 我觉得也值得我们棋 我们学习 有些地方 你看不太清楚 你贸然动手 有可能会吃亏的 至少你会损结财 你反过来 你先在这边 别的地方 对方不能轻易地脱先吧 对 你不能轻易地脱先 然后呢 你得走 如果形成个结枕 我这边正好有结财 如果 总之呢 这边可以先放着 先慢慢慢慢地 在那个进行 比较详密的这个计划 对 而且确实 我们虽然说 可能比如说 看上去白旗危险 或者怎么样 但作为对局者来说 他一定要下定 这个吃的决心 还是需要很大的这个魄力 对 所以他也是 先在外面 看一看这个情况 如果说能有更稳 更简明的 这个制胜的方法 他应该不会轻易地 要去吃旗 对 那现在这个等于白旗 因为太厚了 是 就只能弃子 另外打结是明显黑旗 现在全局是明显是有力 所以白旗现在是 绝对不能考虑打结 嗯 把这个沾上 虽然是运行 但是能把这两个子吃掉 还是有收获 那肯定有收获 这个还是一下就把这个 你像白旗这走了一手旗 两手旗 你还被我一手就给割断了 那黑旗的效率还是非常不错的 嗯 这个也是我们说后市的利用啊 是非常非常这个有有有有效的一个选择 对 贴的时候 贴的时候 他他他他那个看清了 这时候收兵了 嗯 可以看出来 这步骑应该是证明 就他觉得这个形式已经在他掌握之中 对 因为这个走完之后把这个管出来的 这个 这就不复杂了 这局面 也没有结征的可能性 对 所以他这个要把这边定型 这样一走呢 他逼迫白旗用这个 嗯 然后他可以把这旗筋吃住 对 然后白旗必须做活 他再回到这个 这样其实我们再白旗的时候 就可以给大家判断形式 是 对 基本上 呃 如果是谁好的话 就相对比较尘埃落定 因为已经 黑旗不能不在这儿是非常满意的 这个旗 这个如果说不能不在这儿 这个 基本上这一手旗就差不多小石木了 对 这还可以先手 而且他不在这儿呢 他另外一个好处 这要多一个子 你走在这的时候 他可以这个 搬在下面 猴也可以了 对 猴是最好的 猴是最好的 所以他现在顶了 没有用 这就不会给人家滚的 但猴还可以防止您的滚包 这个 有猴的话 白旗等于这局部没有什么手段 所以说这个白旗也是 只能做下面这只眼 是 现在是把这个管出来了 对 那白旗贴一下 这个地方 尝过来 然后拆一个 拆一个 哇 这个 拆的这个位置也是 非常的 非常的 吓人 对不起 就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不用数目啊 就看对手的 我们说围旗叫手弹手弹 你就看他的具体的下巴 你就能知道他对形式的判断了 对 这个旗 黑旗的头在这 这个猜在这个位置 真的是 很吓人的一手旗 嗯 对 这个应该形式上 越是应该是非常不乐观 才会下这种旗 正常应该就是猜个二就不错了 对 如果说这个时候是白旗优势的话 我想他一定是一个稳 非常厚实的这个 这个 下在这儿的话 真是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盘鞋 黑旗这边是提通的 这边肯定是厚实 非常厚的 对 这手旗实在是就能感受到他的追求 他希望你就是如果说下一些比较 他是希望你拐这个 他拐的话 他这么跳一个位 本来呢 他逼在这儿呢 黑的应该也会拐 他觉得这样呢 他没有下一手 这样他叮了他又不满意 走上面他觉得没什么意思 所以他走在这儿 他是希望你走在这里 用心良苦的一个选拐 这个旗选择的是非常的 非常用心良苦啊 嗯 黑旗实在是拖 对 但是这个时候黑旗是拖了连巴 也是类似的旗型的一个常见的手筋 这样白旗是没有什么脾气的 你打的话 他就沾上 嗯 这地方我还也 有外面出来也有冲过 好像 这你 应该是只能沾这个 对 沾这个 他应该就打一下就行了 那这个白旗等于 没什么都没有 目全都被 嗯 自己还不厚 对 这个不行 所以说这个黑旗的下法很简密 对 因为现在中央好像实在是都围不出什么东西 应该双方的焦点都还是去落实到具体的实控上 是 嗯 但是如果是这样定型的话我想应该非白旗本意 因为这样的话 从这个定型来看黑旗先手 嗯 这就是收兵了 对 但这样局部的目数其实白旗也没有比黑旗多多少 是 嗯 嗯 但是客观点说啊 白旗能走成这样也不错了 因为呢 这个地方黑旗非常厚 你本来插个二呢 也 你也没比插个二少多少目 嗯 黑旗呢 应该说他的要求不是那么 高 对 他就是 收点目 然后有个眼 就完了 嗯 是 对 而且从下一手也能看出来 这个就是说真的是收兵了 嗯 就是 有目 但是同时也非常厚实的 这样的关子 对 而且也是先手 这个旗如果白旗不走的话 黑旗应该是靠在这里头 嗯 这样你是死的 不能靠在这啊 很多旗 靠在这的话 人家一吼在这是活的 你说冲是后手 但是我一吼 你是放不进去的 嗯 所以一定要加在这 这样呢 你如果沾我这个一提 你这个 这牵了多年就死了 是的 这样你是假眼 所以白旗要怎么补呢 白旗就沾上 补在这 这个是没问题的 对 沾在这呢 这个 你你首先靠不进去 这个就行了 你靠这个 我就一家都会了 嗯 黑旗开始步步为营 对 坐到这里 非常的扎实 黑旗也是为控 点进来 这个 后是非常好下的一个 一个一个那个什么 都是没有脾气 嗯 嗯 贴了一个 嗯 我们马上在白旗手就可以来点木 对对对 就已经收的都比较 这个是白旗的权利 一个先手三木 然后拐 看这个地方就是没什么手段 这也是 只能拐一下 然后啊 把这个逆收了 这个也挺大的 这个应该有逆手三木的价值 嗯 一起冲掉 这边是一个手筋 拐在这 嗯 这个白旗手忍 忍住 然后黑旗是把这个一顶 嗯 下到这个 这个白旗确实有点难受啊 嗯 对中央的木也很苦 对 这样就是 似乎是可以数点木了 这个旗 嗯 是的 我们还是再看旗手吧 把它那个摆完 然后我们储下木 好 黑旗是贴掉了 啊 这是黑旗的权利 嗯 先手 然后 啊 麻烦这对 这也逆手三木 这是逆手三木 这个应该是白旗可以走掉 但是没走 对 断 断一下 断一下 应该是没有用的 嗯 是这样 黑旗是立在这 立在这 嗯 应该说还有一点妙手 对啊 以后有一个铺 铺我提 会有个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用处不是太大 这样一提过来 嗯 因为你这边收获的木树 和你本身也损了一幕 对 相对来说不是那么严厉 嗯 应该是一个一个一个考验的一个下方 嗯 我们马上就可以来判断一下 这个是白旗的一个先手 哎 没用 哎 啊 对 我这个 这个是白旗如果猴完有六木 嗯 这样走完的话 如果不走 是三木 这个应该我们就看他实战吧 这个期应该是 现在是都 问题都不会太大 嗯 这样黑旗白 就是 走掉 一幕半幕的区别 嗯 然后再再靠 嗯 是 是 这样一走 这样 一粘 这样 最后是 下到这 是 还有 还有吗 嗯 走 可以其实是 就下的比较厚实 确实 然后同时也确实围了几目 是 嗯 然后这样白旗是 这个粘是他的先手 嗯 这个其实也挺大的 本身 对 本身这个 对 但是 可能黑旗的角度就觉得 这样确实全局都非常的厚 对 就直接数目就可以了 对 应该说 这个时候是 最后十月是认输了 嗯 如果继续收的话 应该是扑掉 对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嗯 现在局面到底是 大概拆过手 这么走 这样 对 黑的应该不会走了 把这个围住 嗯 这样 这样 嗯 这样我们可以大概 嗯 大致的判断一下 对 这样 这块是我们数一下啊 嗯 12 14 15 16 17 18 19 20 25 26 嗯 30 33 7 嗯 33 34 嗯 这个地方是应该是34 这个地方应该是算 嗯 这个地方应该算6 对 呃 40 嗯 42 44 46 48 49 嗯 49 50目还不到 哈哈 现在50目不到 白起啊 我看在黑起 这是24 56 7 89 11 12 13 23 24 56 7 28 9 30 32 这块32 34 36 38 40 42 44 46 48 49 50 51 52 53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了啊 那就输的有点多了 对 我们现在出出一点 大概17 8目的样子 嗯 那这个差距是非常大了 对 这个确实在这个应该说我们顶尖的一线起手之间 呃 像下成这样的一个胜负的话 还是说 应该说白起之前很还是太苦了 太苦了 对这个应该从我们进城上看这个地方被黑起提成这样 然后后来又很委屈的在做花一手气做活 是 确实是有些有些亏不成军的感觉 对 这盘起等于我们看每个地方白起其实呢木都很小 对对对 效率还是不高 是 虽然说黑起没有吃掉白起条大龙啊 对应该说十月呢也是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自己没有死这条龙 但是呢整个的这个形势呢确实是非常的被动啊 应该说这盘棋呢 呃十月时候应该是虽然没有死龙但是也是一场惨败可以这么理解 嗯是那这样的话确实可能米玉婷对付十月九段还是有他自己的心得啊 确实他又继续了他的连胜取得了八连胜 这个真的是在都是一线棋手之间还是非常少见 嗯 嗯那这样的话等于是江苏队我们去年的卫冕冠军呢先下一局 嗯那当然我们之前也跟七友们介绍到就是这次的第一回合其实相对于第二回合会第二回合更关键 因为第二回合有一场重要的主将战嗯那么也就是这个悬念依然还是留到了后天 对今天输的队伍呢也不要气馁 然后赢的队伍呢也要继续再接再厉 把后天的这班岗站好可能才算是呃这个赛季的尘埃落顶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这盘棋局呢就为您讲解到这儿 再次恭喜米玉婷九段 然后战胜了十月九段 然后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